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等在紅毯上 一看到普清立刻上前握手擁抱 並且與普清一同搭上專車 可以看到經常停電的平壤 此時到處燈火通明 抵達下榻飯田後 睽違24年再度訪問北韓 上一次普清來到平壤 還是金正恩的父親金正日掌權時代 普清這次兩天快閃北韓的友好國事訪問 在今天下午將展開領袖峰會 兩人將可能簽署一份全面戰略伙伴協議 以取代1961年的舊協議 之後再出席金正恩準備的宴會 雖然形成短暫 但可以預期北韓和俄羅斯的關係 將會更加緊密